对far面这个东西确实美的 哎呀服约 啊 蜘蛛 蜘蛛蜘蛛这褬子 漂亮漂亮漂亮 哎呀呀呀呀 帮忙帮忙帮忙 必须是诗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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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 这是一段逐以载入中国考古史册的发掘 墓中出土金银珠宝无树 在一 falei被称为九层幺塔的墓穴里 一渐渐离奇的事件 机灵发生 若不是亲眼看见 专家们做梦也想不到 在这片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下 居然埋藏着一个失落的文明 就在众人打算继续清理时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吓得专家们刚挖了两层就停手 连夜撤离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座大漠的主人又是谁呢 别走开 保持你的好奇心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 穴位一号大墓的挖掘现场 2018年10月 一条惊人的消息震惊了全国 位于青海省都兰县 热河乡的穴位一号大墓 遭到不法分子的盗掘 出于保护文物的考虑 当地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紧急出动 派遣得力干将 亲赴热河乡 展开前所未有的抢救 可谁料 车子刚一进入穴位一号大墓境内 专家们便被眼前的景象给惊待了 只看万里无人的戈壁坛上 一座座小型墓葬 群星拱卫似的环绕在 穴位一号大墓的周围 根据卫星传来的图像 大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穴位一号大墓里 一定埋藏了一位重要的人物 否则不会大费周章 做出如此安排 果然不出所料 经过对周围慕名的走访 专家组得知的一条爆炸性的新闻 原来 当地人一直将穴位一号大墓 称作九层妖塔 不知从何时起 那里便流传着一个传说 很久很久以前 当地诞生一位神人 老百姓叫他格萨尔王 据说 此人力大无穷 能降妖除魔 而他封印妖魔的地方 正是这座九层妖塔 听到这里 专家组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冷气 带着好奇心 他们驱车来到了 穴位一号大墓面前 只见这是一座凸起高度 为33米的大坟包 东西长55米 南北宽37米 看起来 足足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 因为有11层楼高 再加上外形看起来 仿佛一个金字 专家组索性称它为 东方金字塔 走进内部后 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 给惊得下巴差点掉下来 原来啊 穴位一号大墓里面 居然是由上千根木头搭建的 隐隐约约就是一座塔 更令人称奇的是 这些木头还全都是珍贵的柏木 其中有的直径高达60厘米 最细的也超过15厘米 别的不说 单单是砍伐这些木材 并是一个天价的工程 除此之外 这些木头还被人为堆砌成了九层 一层累一层 叠得密密麻麻 仔细观察会发现 每根木头上还雕刻了清晰的藏纹 结合之前 慕名九层腰塔的传说 考古人员突然有了一种预感 自己身处的 极有可能是一个前所未见的地下世界 这是出现在穴位一号大墓挖掘现场的一幕 望着眼前的陪葬品 考古人员兴奋地叫出了声 谁也没有想到 仅仅第一层就出土了如此多的宝贝 其中一件红色的漆甲 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我还没见过 还有啊 香金边的香的金边啊 包金 对它那个边缘包的是黄金嘛 包金甲 包金甲 满城近代黄金甲 那这就是黄金甲 虽然时隔千年 但上面的红色依旧热眼 上面还包着金边 一看就是来历非凡 紧接着 旁边的棺果处 又发现了一条长达几米的纯金链子 那样夸张的样式 看得人热血沸腾 要知道 起初研究人员 已经对这座墓不抱什么希望了 因为在过去的数年时间里 一批又一批的盗墓贼 早已光顾了这里 甚至还有人开着挖掘机来这里找宝藏 好在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墓中还保留着大量的文物 之后的挖掘中 各种金银 珠宝 像流水似的从土里不断地躺出来 望着眼前价值连城的宝贝们 一向见多识广的考古人 激动得差点晕过去 就在大家以为可以收工之时 不远处的坑道里 居然发现了一枚金碗 置地上成 品相完好 即使被泥土盖着 也掩盖不了它那璀璨的光芒 谁也没有想到 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之后的几个小时里 青铜器 金瓶 金人 黄金座的铠甲 珠宝玉石 跟不要钱似的 一个个涌了出来 此时的穴位一号大墓 宛如北京的潘家园 那些价值万斤的文物 铺满了一地 因为担心夜长梦多 考古人员赶忙拿来盒子 一个个小心翼翼地 送到了不远处的研究站 等待在那里 揭开这些宝贝的神秘面纱 此刻 大家手捧印章 激动的语无伦次 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 续为一号大墓出土的宝贝 早已轰动了全世界 但遗憾的是 关于墓主人的信息 却少得可怜 今天 考古人员终于在灵墓深处 挖到了一枚印章 别看它小得不起眼 但极有可能是 破解墓主人身份信息的关键 为了抢救文物 专家组决定兵分两路 一路将印章送往实验室破解 一路继续挖掘 继续探秘 这座千年古墓 就在印章破解之时 墓中又有宝贝出土了 仔细看 这是一个圆形的器物 拨开上面的泥土 一枚金灿灿的盾牌 出现在众人眼前 上面仿佛还雕刻着一头仙鹿 四周祥云环绕 隐隐间 透着一丝得到成仙的感觉 不远处又发现了另一枚 黄金打造的盾牌 上面的小人造型霸气 落宰湖 獠牙 应有尽有 看起来威风霸面 正在考古人员百思不得其解之时 周围的地面上 又陆续发现了金器 数量之多 密度之大 简直令人折舍 一个不足一平方米的地方 居然埋着十六件重金打造的物器 上面的雕工 造型 还各顶各的是百年难见的宝贝 因为数量远远超过了专家们的预估 连编码用的纸条都不够用了 最令专家族感到激动的是 这其中还有几件 不仅体型大 上面还隐约刻着龙形图案 龙林 龙爪 一个不少 堪称是栩栩无声 就在众人沉浸喜悦之情 无法自拔之时 研究所那边传来了消息 根据现场勘察 一号墓室中 共出土了一男一女两具人骨 由此考古人员推断 这座气势宏伟 藏品丰富的灵学 极有可能是一座夫妻合葬墓 而那位男子的身份 也在挖掘中逐渐地清洗了起来 根据墓中出土的陪葬品来分析 其本人应该是吐蕃时期的一位大贵族 至于具体情况 还要等印章上的内容被破解后才能知晓 2020年11月8日 在专家的耐心清理下 借助先进的扫描设备 印章上的内容终于被破解了出来 上面刻着 外甥阿柴王之印七个大字 下一秒 研究人员翻阅了史料 最终在浩瀚如烟的历史中 找到了这座大墓的主人 原来历史上吐蕃将土玉魂称作阿柴 而血位一号大墓的主人 正是当年赫赫有名的土玉魂王 怪不得墓中的珍宝会多得吓死人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